好 没错 在总统赖信德针对现代令它发生之后 我们可以看到在2号的时候 央行的总裁杨金龙他立刻是怎么样呢 赶快找这个银行一起来拎咖啡 严拟一下对策 不过我们看到这个现代令之后 真的房市受到了影响吗 好像不是这样 这买期还是很旺 好 我们就从数据来看 你可以看到包含是在台北 在上个月的时候是2560栋年增19% 桃园也年增30% 台中年增22% 其中我们看到在桃园跟台中 甚至是创下14年来的量能最旺 怎么会这样呢 我们就看房仲是怎么说 房仲就说了 其实像桃园来说它鲜明低价 跟双北来说它有低价的优势 那另外在台南则是有科技厂的带动 所以这两个县市 当然就是买气交易都是持续成长的 好 不过另外一个则是 府院发声央行召集各个金融机构 严商对策 那如果说他们延商出来 这个声带是从宽处理的话 其实这样子是有助于购物的 这个购物组的一个信心 但大家就说了 其实不只是手购族 那也在看是二手市场 其实现在二手市场的所谓的这个 代售量也是创下新低的 我们就来看到在这个月 上个月的时候 8月代售量全台二手屋是74,560户 不过在前一个月代售量是7,7503户 是减少了2943户 创下了是两年来的新低 而且专家就提到了 过往像是什么 像是现代令 近代令的时候 二手屋卖压涌现 但是这回却是不减反增 怎么会这样的一个状况发生呢 专家怎么说 专家就提到三点了 第一个是旧房贷的这个 旧房贷户利率是地板价利率 那很多的屋主 他是舍不得卖 好 另外一个 第二个则是平均地权条例的修正案 他规定预售无禁止转售 所以很多投资客 他想跑没得跑 第三个则是防疫合一税2.0 很多人是不想要被课重税 所以就选择先不抛售 但是大家就说 这房子现在那么贵 就算可能是 可以有这个所谓的新型安等等的 但还是很多人说 我现在真的是买不下去 对新型安真的就比较划算吗 大家就说 现在房价越来越贵 怎么会造成这样一个状况 我们就从下一张图带 大家一起来看 好 达人就说 这叫做什么 叫做杠杆追逐 好 我们就来看 就说现在如果是新型安的话 宽限期只要缴利息 是前面只要缴1万块 那很多人他会用怎样的方式 就是我存下来的钱 我没有缴出去的钱 也就是未来的本金 那我就先来做投资 那或者是等到股票上涨之后 我再把赚来的钱去缴房贷 但达人就说 你如果去取消宽限期 不如什么 你应该要严审 贷款者的彩礼资格 那大家就说 房价会飙升的关键是什么 过去1000万的房子 可能就一个人买得起 但是现在因为新型安 所以很多人买得起 那就会造成房价的飙涨 可能从1000万变成1200万 甚至到1500万 专家就说 一群人放大这个杠杆追逐的结果 就是导致房价飙升的一个状况 那这也是目前 掌握到的生活推幅话题 这把时间交换给主播 一早电话打不进 不然就是盲线中 央行提供15支房贷专线 收日开放 让民众可以直接向央行申诉 逮捕到款的问题 应该是陆续会 会有一些电话进来 不能说少 那你说就是会有一些 好不容易接通 但央行强调 这原本就是不动产专线 现在开放民众申诉 由于央行总裁杨金龙 22号和八大公股银行 民营银行共20家银行代表开会 呼吁各银行 应该将有限资源 引导到有正常资金需求者 如无自用住宅 收购族等 一定要让他们可以贷得到款 我觉得如果是可以贷得到钱 对大家来讲 就是好的证据 对啊 借不到又借不到 借得到的还者 他有钱力他就借得到 如今也传出八大行库 回报给央行 目前房贷额度上存的空间 其中台湾银行1200亿元 土银约有700亿元 其余行库约在数百亿元左右 合计仍有数千亿的额度 央行承诺收购族一定带得到 以八大行库目前额度真的够吗 也并不是每个行库都愿意去做 全方位的一个放款 所以如果说是以央行 现阶段的指示 是只针对收购 跟名下没有自用住宅的客户来说的话 确实这些主群在放款的条件上面 或许会比较轻松一点 专家也提醒在这个时间点 如果说是换屋组 或是名下还有其他房贷的购物人 放款难度恐怕会高一些 现代争议引发民怨 如今也传出财政部 将在周四召开八大关股金控 行库董总报告不动产受信措施 各部会轮番上阵灭火 就是要阻止现代风波持续延烧 东森财经新闻 郑志伟 错好切 台报导 一辆接一辆上午九点多 黑头车陆续开进中央银行 气氛感觉略显不同 现在各大银行放贷出现爆水位 甚至一旦难求 对于首购族要如何出力 还有客宿又要如何因应 央行找来各大银行主管 要来喝咖啡 养好总裁杨金龙也亲上火线 和八大公股行库民营银行 共二十家银行代表 开了两个小时会议 两大结论要满足首购民众贷款需求 不能造成交务违约 另外民众客诉要柔性劝导 目前方向是已经送件的 会有预留额度 还没申请的则无法确保 我怕带下来的时间 没有办法match我要交款的时间 会担心不是没有道理 房贷余额创下历史新高 就怕是新清安之乱 总统赖清德最新受访重申 没有现代令 是银行阴影过当 央行找来各银行喝咖啡 讨论缓兵之际 各界认为有三种做法比较可行 瞄准2000万平价房增加乘坐房贷件数 再来增加比例 从北部以往中南部 第三招是吸收更多存款 提高分母 但更直接的解方可能是开放人道走廊给首购族 为老重建或是都更等等的放款 其实它是可以记录在这一个 722条的30%上线里面 所以接下来其实也是有些人在讨论说 那是不是这一个新清安 这种单一自助型的首购贷款呢 也能把它列为所谓的排除项目 由于7、8月各大企业发放鼓励 相信下银行存款水位下降 或许9月过了高峰期 企业存款回稳 房贷排队情况渴望舒缓 面临非常时期只能非常做法 可别让年轻首购族成了最大受害者 东森财经新闻毛招评留言在台湾了 一辆接一辆上午9点多 黑头车陆续开进中央银行 气氛感觉略显不同 现在各大银行放贷出现爆水位 甚至一旦难求 对于首购族要如何处理 还有客宿又要如何因应 央行找来各大银行主管 要来喝咖啡 房贷余儿创下历史新高 出现新清改之乱 刚性需求借贷无门 不过各部会说法出现落差 总统赖经德最新受访重申 没有现代令 那么有没有解放呢 比如开放人道走廊给首购族 为老重建啊 或是都更等等的放款 其实它是可以记录在这一个 722条的30%上限里面 所以接下来其实也是有些人在讨论说 那是不是这一个新清安老这种 单一自助型的首购贷款呢 也能把它列为所谓的排除项目 这样的话针对所购族的放款 就不会受到这个30%水位限制的影响 房贷出现警报冲量太快 部分已经逼近银行法72-2条 28%内部警戒水位 不只如此八大航库中 有一半八月禁建的房贷 得排到今年底 房贷水位大满 接下来怎么办 央行和金管会倾向是 如果民众陈勤 一律请银行处理 现在发生这种情况 我觉得民众也没有什么办法 就是只能说 就是希望政府可以 就是把至少把事情都规划好了 再放出来 就不要让大家有期待然后落空 估计有三种做法 瞄准2000万平价房增加乘坐房贷件数 再来是增加比例从北部移往中南部 第三招是吸收更多存款 提高分墓 面临非常时期 银行只能争取更多资金调度 别让年轻手购族成了最大受害者 东森财经新闻毛赵评论 姨姨在台湖岛